谢谢一等牧师的介绍 也给我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题 神非常的祝福你们的教会 当我进来的时候 发现你们的教会 真的跟我在十多年前来的时候 不一样啊 就好像你们的牧师讲的 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 我们的神永远呢 他都会 就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所以为了你们的教会 为了你们的牧师 把掌声荣耀归给你们 神会细细的使用 你们的教会 在冰岛这个地方 来祝福更多 有需要的人 我相信神要使用 你们的牧师 在这个时代 兴起来 大爱你做教会 大爱你做神的儿女 祝福 开成他美好的生产 我今天一个 欣赏你们的牧师 我刚才跟你们的牧师讲 他非常有奉劲 他非常的 热成 有神给他那个印象 有神给他那个 那个使命 所以你们呢 是有谋的 阿们 神要恩赏加恩 祝福我们的牧师 我相信呢 在新的一年 神要恩善加恩 利善加利的祝福你们的教会 让你们做更多的工作 来祝福来帮助你需要的 阿们 阿们 小朋友好 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个人都 很开心的 来到教会 很开心的 来到主的面前 今天有没有人不开心的 有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开心 可能说 我开心是因为 明天要过年了 利善姐妹我们开心 不是只是明天要过年 我们开心因为 主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开心因为我们有主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开心因为我们有主 他带领我们 我们不怕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我们把我们的未来都 交在他的手中 我们也相信神会从 碎手到年中 都看顾我们 我们相信神会从 碎手到年中 公议我们一切的需要 阿们 今天早上 你给我的话语 要跟你们分享 在新的一年 我们要 抓住 耶稣 我们要 在 危难 的时候 抓住 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 这个 你要抓住 耶稣 你要抓住 跟你抓六 那 第二天 说你要抓住 耶稣 要抓住 耶稣 耶稣是您的希望 耶稣也是我的希望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到34节 有一个女人挂了十二年的血肉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又挖进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 平序、板倒更重要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站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扇 意思说我只摸她的衣扇就必全移 于是她血肉的源头立刻干扰 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扇 门徒对她说 你看众人涌进你 你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 所成就的事就恐惧 就恐惧占尽地来 服服在耶稣跟前 将事情前告诉她 三十四节 耶稣对她说 你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全已了 这段今晚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信息 今天很多人 在这个危难的时代 充满着灾难压力困难 种种疾病的时代 她以为她要抓的是金钱 她要抓的是物质的享受 她要抓的就是她的前途 但是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做了基督徒这么久 在你的思想里面 你还是认为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要抓的是金钱 你要抓的是地位 你要抓的是物质的享受的话 我告诉你 有一天你一定会很后悔 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 金钱物质的享受明义 都会成为过去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 看神的话语 我们都知道圣经很多次都提醒 圣经很多次都告诉我们 当我们拥有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 上帝是我们的一切 当我们懂得来抓住他 当我们懂得来跟随他 投靠他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一切所有的神都会供应 神都会为我们预备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把你的目标 不要把你的生命 哦 只是抓在这个金钱上 抓在这个地位 世界的物质上 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尊荣他 如果今天我们把上帝 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的时候 我们懂得来依靠他 我们懂得来执取他的应许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好像 亚伯拉罕 经历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神是 以言和华 以乐的神 阿们 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女人 她患了这个病 有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里面 她不知道 怎么叫做明天 会更好 因为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 血肉病 在耶稣那个时代 犹太人把这种病 是列为不洁净的病 当这个女人 患上这个病的时候 很多她的朋友 很多她分辨的家人 都会带着一个宗教的眼光 来看这个女人 因为犹太人 她们把病 她们把罪 她们把上帝的审判 她们把做主 很多时候 连在一起来看 所以这位女人 在十二年里面 她一点都不开始 在这十二年里面 我相信 她要离开她的家人 没有一个人敢接近她 没有一个人肯定她 做朋友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肯靠近她 在这十二年里面 她是过着一个孤单 她是过着一个很凄凉 很可怜的一个生活 但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在心里面 她还是有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医生 来医好她的病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她就找医生 她希望她所找的医生 能够给她吃药 然后能够医好她的疾病 但是很可惜 圣经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医生 可以医好她的病 反正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她在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很多年前我在基隆坡做牧师的时候 通常牧师如果在半夜 接到电话的时候 电话呢 都是很好的事情了 我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姐妹 她的家人打给我的 她告诉我 她说你教会了一个会友 她现在在医院 很谨静 很危险 她要我到医院来为她祷告 我一接到电话 我就马上开车 然后就跑到医院 去探访她 要为她祷告 当我来到医院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家人 全部都来了 然后她们在等着医生 跟她解析 我们家人这个姐妹呢 她是一个不是很热心的基督徒 有时候来教会 有时候没有来教会 她的家境也是很算不错的 她患上了这个大肠癌 然后她没有动手术之前 她也有跟我讲 她找到了那个专科医生 然后她很有心情地告诉我说 这个专科医生呢 告诉她呢 手术呢 没有问题的成功率呢 很高 所以知道那一天 她被推进这个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然后医生就发觉 在她动手术那个肠胃的地方 还在流血 然后流血不止 然后医生就跟她的家人讲 她的心脏开始呢 很弱的 然后呢 也发觉她的那个血样呢 她开始呢 低低了 然后她家人听的时候都非常的生气 然后也非常的紧张 然后一直问医生 医生你不是说手术 那个成功率很高吗 然后医生就跟她家人坦白说 这个是一个意外来的 然后医生也告诉她的家人说 你们要有进一个心理准备 如果她今天晚上可以哀过的话 当然她都没有事情了 当我到医院 我看到这个姐妹的时候 我就祷告说 主啊 怜悯这个姐妹 主啊你医治她 把她从这个死亡的边缘 把她从这个病的痛苦拯救出来 然后我就在病房里面呢 按手 我为她祷告 我就封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她的那个山口 要平时流血 然后我封耶稣的基督的名 祝福她 健安起来 我也先告 因着耶稣 受到边上 她要得到医医治 我打包完了之后我就回去 然后明天早上我打电话 问她家人的时候 她家人很开心的抗死我 她说牧师啊 昨天晚上 她真的很危险 医生说 没有得救了 我们都很难过 我们都很不开心 但是呢 当你祷告之后呢 因为医生呢 不是呢 每一个小时都会来跟她量那个血压 然后他们就发现 她的那个血压 她的心脏开始呢 强壮起来了 然后她告诉我 她已经呢 行啦 可以做 做起来了 又准备 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告诉我 这个是神的领务 这个是神的祝福 她能够呢 活到今天 所以第六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钱可以帮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 我们以为有钱 我们就不怕困难 但是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们来到好像这种情况的时候 钱也忙不到 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 她就花卫了她所有的一生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她的病一点都不好 然后她的病逝呢 更加严重了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今天 你的状况如何 但是今天早上 当我在准备 讲道的时候 就就把这个经文给我 就就把这个信息放在我的心里面 我们要跟你们分享 我们在这个为难的这个时代 我们在这个充满灾难问题的时代 我们要抓住耶稣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从这个女人的身上 我们就看到 耶稣其实她要 她是经过这个地方 耶稣呢 其实她要去医治 这个爱如的女孩 然后耶稣经过这个地方 这个女人圣经告诉我们 她的转据点 她的改变呢 是在27节 我们一起看27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她听见耶稣的事情 这个万血入壁的女孩 她已经没有希望了 可能 弟生也告诉她说 你认命吧 你没有希望了 你就接受这个命运 你就准备 准备吧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经过这个地方 她就听见 耶稣的事情 她听见耶稣的什么事情呢 如果你看 马可福音的第四章 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 然后第五章的第一节 到十八节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行了两个神经 第一个神经 就是耶稣跟门徒在船上 他们遇到大风了 然后耶稣就在船上休息 开始的时候 门徒 我们都知道有几个人 都是姨夫来的 他们以为 凭着他们过去 古仪的经验 我们做姨夫的经验 我们可以把这只船 控制了下来 我们以前都经过风风雨雨 这一次的风乱 又算了什么呢 后来他们发现 风乱越来越大 他们就发现 这个浪 冲进这个船 越来越大 然后到一个地步 他们快要潜下去了 他们就开始了 净快 他们就开始害怕起来 然后他们就想起耶稣 在船底下 然后他们就 净快地跑到船底下 叫醒耶稣 耶稣起来的时候 耶稣就这辈门徒 说你们的信心 起来到哪里 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 耶稣对着这个风跟烂 说什么 他说风啊 是吧 烂 你停吧 用这边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如果你明白原文的意思 在原文当耶稣对着这个风说 停吧 烂 直吧 在原文呢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好像一个主人对着那个狗说 Go 那个狗就 然后对着那个狗说 Come 来 那个狗就来 然后叫那只狗跳 它就跳 然后叫它 Sit 坐在那边 它就坐在那边 耶稣当时命令风跟烂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主人对着那只狗 要它跑 它就跑 要它来 它就来 要它做 它就做 要它跳 它就跳 哦 这个女人就是听到有关耶稣平静风那的事情 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听到平静风那的事情 我们心里可能会讲 我们都没有跟耶稣一起在船上 我没有经验 他看到可以闻本土坐大吗 可以闻本土夸张了吗 可能我们心里说 哦 除非呢 我在船上 哦 我跟耶稣在一起 我真的轻眼看到他 命令那个风停的时候 那个风就停 命令那个烂止的时候 这个烂就止 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女人 当他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他就相信 他就接受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之后 他说 我只要摸到耶稣的以上 我的显露命就好了 他对他自己讲 既然耶稣能够平静风那 虽然我患了这个血肉病 有12年 虽然在很多的医生里面 没有一个能够医好我的病 他在心里面讲 这个耶稣一定不是普通的人 这个耶稣一定是神 他一定是创造这个风和浪的神 耶稣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 耶稣确确实实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 我以前回来平城的时候 有时候呢 我也很喜欢 坐飞里 因为坐飞里 一方面呢 可以吹海风 然后呢 每次当我坐飞里 过来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 圣经的故事 就是耶稣跟门徒在团上 遇到大风浪的时候 耶稣呢 就趁着这个风和浪停止 然后浪跟风呢 就停止下来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做过飞里 你试试看 当你坐飞里的时候 你站在那个船的前面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风啊 那个浪都会很大的 然后冲进那个船 然后你就对那个风说 风啊 我命令你停下来 浪啊 我命令你停止 看那个浪跟风会不会停你呢 跟那个你很怕水啊 你很怕冻冻啊 我不认识你啊 他一吹 整个浪就冲下来啦 但是我们做的情谊都是一样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稣醒来的时候 面对这个风跟浪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主人对着那个狗说 走啊 那个狗就走 然后对着那个狗说来 他就来 耶稣命令那个风停 那个风 马上就停下来 耶稣命令那个浪 指 那个浪就马上指下来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创造这个风跟浪的神 所以连风和浪都认识耶稣是谁 连风和浪都知道耶稣是谁 所以当耶稣命令他们停的时候 他们就停下来 耶稣命令他们指的时候 他们就指了下来 这件事情就传到这个女人的儿子 他就对着我 他就自己说 我有希望啊 耶稣来到这个地方 我要找他 哦 我要找他 哦 他说 他心里说 耶稣能够平静风浪 耶稣也同样能够医治我的这一个邪恶病 用听力 今天我不晓得你是带着什么需要来 但是我们要学习 这个女人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 我们都听见耶稣的事情 阿们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都知道耶稣 他命令风浪停止 风浪就停止 我们也知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我们也知道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 我们也知道耶稣叫狭眼的看见 因为当我们听到耶稣的事情之后 我们要学习这个女人 当我们听见耶稣的事情之后 我们又相信 我们也听说相信 相信 今天很多人听了耶稣的事情 他不相信 他说有可能吗 他说有这样的事情吗 几个礼拜前 几天前 我在基罗国的时候 我就接到一个从医保 一个弟兄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我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 遇到车祸 然后断了两只脚 在医保的医院 医生呢 医生呢 帮不到他 因为医保的医院呢 医生说没有那个仪器 来帮他动叔叔 他们就把他送到基隆坡的医院去 然后那个弟兄就告诉我 我说牧师 你可不可以抽时间 去探访他 我会探访他 当我接到电话之后 我就各天呢 就到中央医院 探访他 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 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弟兄告诉我 他说他这个朋友呢 他很孤单的 他没有什么朋友 当他遇到车祸的时候 每一个朋友都 广东话说打你祸呀 闭开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 他失业很久 他家里也没有什么亲戚 他现在换个车 在中央医院一个人 很可憐很痛苦 这个弟兄就叫我去探访他 然后我探访他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他的表情很痛苦 因为他也告诉我 他说牧师啊 我动了两次的手术 为什么动了两次的手术 因为第一次医生帮他开刀 然后然后挂那个罗西 罗西给他 然后后来医生就发现 那个位置啊 那个位置啊 没得来 然后就告诉他 要再动第二次的手术 然后呢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呢 早上呢 刚刚从手术 试出来 然后就告诉他 让耶稣爱你 然后我就告诉他 你在这个为难的时刻 在你痛苦的时刻 在你觉得你有希望的时候 我说你相信耶稣啦 我说你来抓耶稣啦 我说耶稣可以帮助你 我说耶稣能够医治你 耶稣可以给你希望 耶稣给你新的生命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 改变你的人才 然后他看着我来探访 然后很感动 因为他知道 没有朋友会来看他 所以当我邀请他跟我一起 做信耶稣的祷告 我说我讲一句 你就跟我讲一句 他也一句跟我讲一句 然后祷告完了之后 他告诉我 他心里面很平安 他告诉我他心里面很平静 没有之前那个心里面 很痛苦 因为我告诉他 你信了耶稣 你可以向耶稣祷告 你可以把你的脚的痛 告诉耶稣 然后求耶稣医治你 求耶稣给你的三口 快点好起来 让你能够出现回到医保 回到你的家 回到你的家 家人的身边 所以我感谢神 这个年轻 这个年轻 还是年轻人来了 大概三十多岁而已 他信了耶稣 我们把荣耀会给人 人不是在痛苦的时候 没有出路的时候 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 我们把耶稣传讲给他 我们把耶稣呢 来跟他分享 我告诉你 人很多时候 在痛苦的时候 在绝望的时候 在没有出路的时候 他听到耶稣是他的救主 耶稣是大人的医生 耶稣能够祝福他 耶稣能够改变他的人生 我告诉你 十个呢 九个 在那个时候 都会信耶稣的 朋友们今天我们 信了主的人 我们一定要 学信 这个 你 你 女人 我们要抓住耶稣 因为今天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时代 会越来越不好 可能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 很多时候 明天会更好 经济会越来越好 这个世界 未来越好 我告诉你 是不难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是活在 这一个末世的时代 圣经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耶稣阿弥奥回来之前 我们会看到灾难的增加 我们会看到经济 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 困困 最重要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让耶稣 居所为 阿们 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抓住耶稣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希望 耶稣是我们的一切 当你有耶稣的时候 你就有一切 当我们离开主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主在我们心中 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来做我们生命的王 我们还是自己做王 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比如前面你会来到一个地步 你会感觉到你很痛苦 你会感觉到你很绝望 你会感觉到很没有能力 对当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你要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 我做的牧师已经有二十 我看有二十八年了 我跟曾经的牧师呢 是老朋友 我也一直认识老朋友很久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姐姐妹 她的丈夫很有钱 然后呢她也很希望她的丈夫 姓耶稣来教我 她就在电话里面告诉我 她说牧师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丈夫谈谈 跟她传福音 叫她姓耶稣 那我就在电话里面呢 跟她的丈夫传福音 然后把我的记忆呢 都告诉她 她听完了之后呢 她说不是 你讲的我都很赞同 你讲的我都不反对 但是我告诉你哦 我只是相信一样东西而已 那我说是什么东西 她就告诉我 我八个字 就是香港 小海 猥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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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这八个字哈 就是 香港 小海 猥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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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八个字 她是拜金主义孩子 她告诉我 她不想 我有钱 我要得风就得风 我要得意就得意 她真的 她很富裕 她是住在香港的那个 半山群 然后我就告诉她 她告诉她 我说你有 有没有想 有一天当股票跌的时候 或者有一天当港币 变质的时候 你变成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会怎样 因为那个时候 香港的经济可以说 最高峰 最好的那个 那个 那个年 年代 我叫她是想一想的 我说有一天 钱 港币会变质的 真的 到了1997时候 股票就大低 不了1997之后 港币就变成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相信我们马来西亚也是一样 收到这个经济的公报 但那段时间 如果你打开 每天的报纸 你会看到很多人 因为股票跌 因为港币变车 因为经济的公报 在一夜之间 变成一无所有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 他选择了 就是自上 留意了解了他的生命 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抓住耶稣 我们说抓住耶稣 抓住耶稣 今天会过去了 股票 会起来 会落 不是我们的依靠 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 主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主才是我们人生的依靠 当你有耶稣的时候 你就有地钱 就好像这个你呢 耶稣还没有来之前 他的生命呢 可以说是来到一个 穷净的一个地步 他可以说生命来到一个 绝望的一个地步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听了 听见耶稣的诗子 他的人生完全的改变 当他听见了耶稣的事情之后 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 因为他听了耶稣的事情之后 他说我相信 我要去找这位耶稣 我要 我只要碰到他的遇上 我的血肉病就好了 你知道吗 这个女人 她要来到 她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真的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 因为她现在有这个血肉病 刚才我讲了 在那个时代 犹太人把这个病 是列为不洁净的病 万丈这种病的人 没有人敢靠近他 然后呢 他所做的遇事 没有人敢再做 然后他所碰到的这个毛巾 他的衣服啊 也没有人敢来用 来碰 因为每个人都怕这个病 或者这个罪呢 传染给他 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女人 她在十二年里面 她没有朋友 没有人愿意跟她讲话 而且跟痛苦的圣经告诉我们 她找遍 我相信整个以色列 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医好她的病 然后她更痛苦的圣经告诉我们 说她已经刮关了她一生的这个 重夕了 可以说人生已经来到 来到尽头了 耶稣经过这个地方 她就听到耶稣的事情 耶稣的事情就给她一线的希望 耶稣的事情再次给她信心 再给她看到她前面的出路 同样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也同样的 好像这个女人 我们听见耶稣的事了 有姐妹我们要抓住耶稣 如果这个女人 她听见了耶稣的事情 她说 不可能的啦 等我考虑考虑一下 或者让我呢 研究研究一下 哦 是不是真的 哇这个耶稣啊 这样灵哦 这样这样正哦 哦 耶稣呢 哦是不是真的 在床上命令那个风 那个风就停 那个浪就 是啦 如果这个女人呢 还在那边讨厌 她还在那边想 她还在那边引救 啊 要不要 求耶稣 我相信耶稣经过之后呢 她的血肉病还是血肉病 她还是呢 一个病啊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她听了耶稣的事之后 她说我要赶快 哦 赶快 赶快 就是 去到耶稣的旁边 只要碰到她的衣服 我的血肉病就 好了 你知道这个女人哦 她来到耶稣的美景 真的不容易啊 因为她是 血肉病的病人 她身后 又帮助生命的危险 如果被人家抓到 她出现在人群的当中 因为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麻风病 血肉的病人 他们呢 在人群的当中的时候 他们要大声的呼喊 说 不洁净的人 不洁净的人来了 当人听到他们这样呼喊的时候 人呢 就会离开 避免跟她担命的接触 如果这个女人哦 她给人家抓到 真的 她生命了 广东话说 冬口水啊 但是她不怕 她知道这个是机会的 我要找别人 只要我碰到她的衣服 我的血肉病 就好了 有时候我们在 基督徒 弟兄姐妹 小小的事情 我们都说 不来教会了 不来教会了 小小的事情 我们读圣经 我们祷告了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要放弃 不管是大的事情 小的事情 让我们都抓耶稣 让我们来靠靠耶稣 让我们来 向我们的主祷告 把我们的一切 把我们的需要 把我们的问题 都交托给她 阿们 当我们这样交托了 遇到她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就能够 好像这个女人 经历耶稣 祭食的一生 耶稣有没有 你这个女人失望呢 没有 耶稣有没有 医好她的血肉病呢 有 我相信这个女人 拉回去的时候 但之前 完全是两个样子 之前耶稣还没有 医好她的病的时候 我相信她是这个样子 他是这样 我死了 我残 我痛苦 十二年了 没有医生可以医好我 我现在人又老了 两腰肉 情腰毛 你愿意呢 有血肉 有一股果 我相信她是这样 但是在她 碰到耶稣的义父之后 他的邪狼病好了 他的邪狼病得到医治了 然后耶稣也知道 有能力 从他的身上出来 然后耶稣就问回着 有谁碰我 然后当门徒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耶稣讲话怪怪的 哎呀这么多人围着你 跟着你 一定你碰我 我碰你 应该有的吧 然后耶稣说 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 当这个女人碰到之后 他就勇敢的站出来 他说刚才碰你了 是我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怎样对这个女人说呢 我们一起来看 耶稣怎样对这个女人说呢 我们来看上次世界 耶稣对他说 你的 你的信救了你 然后耶稣跟他说什么呢 平平安安的怎样 回去吧 耶稣没有遮备他 耶稣没有说 哦你有我一生 你为什么你偷偷摸我 摸我的衣服啊 你应该都敢得来啊 为你安守祷告 耶稣没有责备他 然后耶稣还说的话 你的信救了你 用前面这个就是观点啊 当他听了神的话 他信 他相信耶稣的话 他相信神的大人 他相信神的恩典 他相信神的祝福 然后他听了神的话 他接受我 圣经就说 他的病得到医生 同样的用前面 今天神要祝福你 今天神要帮助你 今天神要给你美好的人生 阿们 今天神要祝福你满满 而且你要抓住耶稣 你要抓住耶稣 就好像这个女人 听见了耶稣的事情之后 她没有延迟 延迟 她没有说 我在那边研究一下 我在那边考虑一下 我在那边思想一想 她听了耶稣的话之后 她就即刻来找耶稣 同样的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来 把你的问题 把你的家庭 把你的工作 把你的未来 都交在耶稣的手中 因为耶稣是你的希望 耶稣是你的一切 当你抓住耶稣 当你有耶稣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心里面不会有 害怕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在外面 我们有苦难 但是在祂里面 我们有平安 阿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 今天会越来越差 会越来越糟糕 灾难 越来越厉害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抓住耶稣 如果今天耶稣 冷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法 做主 我们还是跟着耶稣的话 我相信耶稣会把我们 避免这些的灾难 避免这一个经济的问题 你相信吗 相信 因为神让我们是丰盛的人 神让我们是成功的人 没神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 我们以为 做基督徒要做到很久的 以前很多人都比这样的观念 做牧师 要做很全物牧师 然后才可以显出 他很属灵 他是神的 因神不坦的 我们的神是穿造这个宇宙万物的主掌 他是富有的神 我们跟从他 我们相信他 我们也一样 我们会活在他的丰盛 我们会活在他的祝福里面 我们每个做而你的 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好 什么是不生 不是有两个孩子 长的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我也是这样 希望他们好 希望他们成功 能够满足他 为他活就满足 我们的神也是一样 我们是他的和平 他也是 希望我们好 他也是要祝福我们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早上 透过这个野人的故事 让我们紧急的 抓住我们的神 这个世界充满围难 充满痛苦 问题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抓住耶稣 我们就有希望 我们在耶稣里面 我们会活的平安 我们会在耶稣里面 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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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